回去中午的动态 我们看了金桶贝克汉之后 接下来看一下马拉拉 她是当年17岁 最年轻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而她上了Vogue的封面 这位巴勒斯坦的少女 登上了英国版Vogue杂志7月号封面人物 现在她已经23岁了 穿上了伊斯兰的传统服饰 展现了一种成熟之美 在加萨走廊有近四成的女性 被家暴对待 而一个年轻女孩 因缘际会下接触了全集 能用双手保护自己 使得她重新获得勇气 这都是最近在全球女性里面 对抗暴力而成为媒体特别重视的人物 线红色套装轻抚着脸庞 曾经是塔利班压迫下的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 如今23岁了 登上英国版Vogue杂志7月号封面人物 那页照片 马拉拉以红衣搭配蓝色头巾 充分展现伊斯兰女性之美 专访文章中 马拉拉提到传统服饰 让女性倍感压迫 但现在女性已经有机会为自己发声 曾在联合国演说 高升几乎全球重视女性受教权 马拉拉2014年 以17岁最年轻得主之资 获班努贝尔和平奖 去年刚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 具有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学位 将逆境化为转机的成功故事 是中东地区女性的希望之光 但塔利班的压迫也从未停止 以微笑开启崭新的一天 走进教室 一群年轻女孩求知若可 担任讲师的西敏山姆斯 同时也是学校创办人 出身阿富汗北部富裕人家 有别于其他富二代 前往西方国家留学 他从16岁起 和姐姐一起筹办 这座私人学校塔基大学 创校以来 有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年轻人 毕业于此 他们成为律师 银行家或医生 山姆斯创校的目标之一 是增加女性学生数量 改善阿富汗常年的 性别歧视问题 90年代被塔利班组织所统治 阿富汗女性足不出户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 由丈夫或男性亲戚陪同 才能踏出家门 山姆斯的姐姐瑟塔拉 也是塔基大学毕业生 现在从事医美的她 亲眼看到许多女性的医生 毁在塔利班手上 但姐妹俩现在如坐针毡 美国政府宣布 将在今年9月11号前 完成阿富汗撤军 意味着塔利班要回来了 他们会遵守和平协议吗 学校会不会成为剑靶 山姆斯不敢多想 每天下课后 她都会乘坐防弹汽车来到乡间 看着自己养的宠物马 享受着片刻的宁静 战火将至的恐惧 是不少中东女性 无法挣脱的牢笼 住在加萨走廊 22岁的瑞玛 述说着她对未来的绝望 两岁那年 她第一次见识到 以巴冲突带来的破坏力 这个连视为保护伞的父亲 都无法帮她卸下的包袱 除了战火 还有身为女性的无奈 根据2019年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调查 加萨走廊高达38%女性 一年内曾遭到家庭暴力对待 瑞玛在姻缘际会之下 接触了拳击 她和十几位同好 不分年龄 戴上拳击手套 为自己争取平权的可能和自信 巴勒斯坦有高达5成女性 和6成男性 相信女性忍受暴力 能维系家庭 如今观念正在被颠覆 女性承受的压抑 不止在中东社会 以民主自由世界之首 自居的美国 也正面临同样问题 根据统计 今年4月 有16.5万名女性离开职场 自疫情以来 多达250万名女性 做出同样选择 拜登政府正着手年龄计划 如何帮助女性重返职场 关键还是在于孩童照顾 疫情中孩子在家学习 是许多妇女 无法正常上班的主要因素 无论成长环境或家庭生活 女性一辈子受到的各种牵制 在21世纪的今天从未根除 但永不放弃的女性力量 也在世界各角落展现 期盼都能像马拉拉一样 将逆境化为转机 TVBS新闻综合报导